质保期之内不到4S店做保养 4S店会不会不给质保 前两天有粉丝朋友问小徐 说我这个车该做保养了 但是我不想去4S店 因为太远而且太贵 但是4S店的人给他打电话 说这个不到4S店做保养 以后出了问题不给质保 针对这个问题 小徐今天给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做一期视频 因为平常我自己也接触了蛮多这种问题的 这也是很多车主朋友 现在所面临到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去4S店做保养特别贵又远 但是不做呢又怕不给质保 其实小徐要告诉大家 现在很多4S店人家也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不排除有个别地区的个别品牌的4S店 有存在这种恐吓消费者的行为 就说你不在我这里换机油 我就不给你质保 其实有些这种说法呢 他们仅仅只是用来吓你的 并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等你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去质保 他还是要给你质保 实在不给你质保 你直接厂家电话投诉他们就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我一去我还没说我要修发动机呢 对吧 我就说我有个问题 我要来弄一下 他就直接告诉我 你没有在我们这里做保养 然后我就直接怼了他一句 我说我又不是来修发动机的 我是来修异想的 难道你做保养的时候 你会去处理那个异想吗 他顿时就哑口无声了 为什么有些4S店 他敢这么对消费者说话 因为他觉得你们不懂车 知道吧 他稍微遇到一个懂的 他就不敢这么说 不给质保了 然后我那个问题 一想的问题 我自己都知道是哪里坏了 然后我就给他讲 我说是这个发动机的机脚坏了 难道你们保养的时候 你们会把这个机脚给他拆下来 往里面打油吗 然后他还是通通快快的给我修了 对吧 我又不是来修发动机的 就算是这个发动机内部出现了问题 没有过质保 其实这个也是不好说的 因为你不知道是他发动机内部的本身质量问题 还是你家的机油有问题 其实说到可以去检测 真的检测起来是相当的麻烦的 如果说大家遇到这种问题 那就是一个概率问题了 可以去跟4S店协商 或者是让你换机油的那个行李厂 出具一些他们机油的合格检测证明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自己以前有处理过 有客户的发动机他坏了 然后我们给客户出具了这个 当时我们用的机油的一些检测报告 然后去4S店 人家也是给予索赔了的 如果说你实在是担心的话 那你就不要去为了省那么两个钱 到外面去保养 你就到4S店保养就完了 如果说你还是想为了省钱 去修理厂换 那么你去换之前 一定要找一家比较好的修理厂 在换油之前 一定要让他们给予你的保障 比如说写一个保障书 我这个机油是正品 变速箱油是正品 可以经得住检测 对吧 有相应的检测报告 出了问题 我可以拿得出来证据 那么这个就是可以的 像现在很多网上 加99块钱的机油 88的机油 你要检测报告 他们也可以给你 这种你就放心大胆到家 只要他愿意给你家 而且他愿意承担责任 那你有什么不能加的 说了这么多 大家不要觉得 有些4S店恐吓你 说不给你治保 你就当真以为 他们不给你治保了 不是这么回事 其实谁都有谁的难处 对吧 有时候做修理就是这样的 难免会夸大其词一点 所以说 大家多看小徐的视频 多长一些知识 你就能避免被坑 别人就骗不了你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觉得小徐说的比较好的朋友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